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GaGa Home 今天我來到Nottingham 幫一位客人收一間三房的 semi-detached 這間房子的車房是連在一間房子裡 裡面的廚房也挺漂亮的 事不宜遲, 我馬上為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收到的這層樓 我們馬上進去參觀一下 首先, 門口有一個懸關位, 看到嗎? 而且, 門口也用鎖匙開門 雖然是玻璃, 但是有兩道大門是比較穩困的 這裡有一道門, 我身後再開, 有第二道門 所以, 被人打叫的機會真的不大, 老實說, 很安全 OK, 進來這裡 首先就是香港人最愛的全木地板, 樓下這一層 你看到這些是真木, 這些是varnished了的木 本身的房子就已經是這種地板 右邊就是樓上一樓 我們稍後再上去看一看 這間房子雖然是舊樓 業主也安裝了一個 security alarm 通常新樓都是安裝這種的 幸好他有給我一個標誌 好像上次那樣要找人報警 好像不斷響 領教過上次之後, 我這次沒有太誇張了 好, 再下來就看看圓關位置 你看到其實都很帥的, 全木地板 有一盞燈在這裡 進來呢, 看看客廳 那客廳呢, 有一個 Gas Fireplace 另外呢, 有兩個櫃在這裡 我打開給大家看 這個客廳不算很大, 但是骨子 基本上都不用怎樣裝修 你就可以進來這裡擺傢俬 擺電視機 就已經用得了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做了木地板 這個客廳有兩個位置 我蠻喜歡的 第一 這間房子是有Virgin Media的光纖入屋 你不用怕說 這間房子的網絡太慢 第二 就是這個客廳的窗簾 就不是普通窗簾 是這種木製的, 這些很貴的 這些全屋製造的 十千八千的 這些是貴的, 我老婆也不捨得製造的 他經常都說想製造這些 這些木的窗簾 但是我不太捨得 洗錢製造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這些比較高級 而且清潔也很容易 拿一塊布去擦就可以了 不會像八葉簾一樣 要逐條擦這些 起碼的範圍面積也比較大 也不會像布的窗簾一樣 拿去洗 而且進來的陽光其實是充足的 你打開那些窗簾 你打開了木窗簾 其實陽光是充足的 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歡這個 這個客廳位置 挺暖的 我們看完客廳了 右手邊轉過來 就看我們這家的氣浴 就是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 你看到一間 semi-detached屋 竟然有一個岸 大家看到這個岸 不少東西的 這個岸是有功能的 有很多屋的岸是沒有功能的 首先它是有一個 AEG五爐頭的燃圍 可以穿 這個一定可以 另外它的岸下面 下面還有 刀叉的位置 這裡也是 全部都是有這種 Soft Clothes 的櫃筒 在這個岸上 你可以在這裏 做午餐桌 吃飯也可以 而且也有很多地方放東西 下面這些 全部都是櫃筒 還有 它是有一個 叉球燃機 有遙控 很fancy 就是這裡 現在亮了 這個叉球燃機 很大力的 還有燈 也是AEG的 所以是供給東西 好 我們先關掉它 再過來 我們看看 這裡 有一個 比較帥仔的洗手盆 不過它走的時候 可能有點匆忙 所以 有點髒 所以業主要自己洗乾淨 再過來 這裡 有一個 那個 Compi Boiler Compi Boiler 比較舊一點 所以我們都要服務 回去 但是它旁邊有一個 遙控 Remo的 Hermostack 所以 你又不需要在這裡 調整任何按鈕 你只按這個 Remo Control 那個 Temmature 你看這個 廚房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實用 首先 有些什麼 它有一個 雙門雪櫃位 這個 很多大屋都沒有 在英國的屋子最套租就是沒有雙門雪櫃 他故意訂了一個櫃子 可以塞進一個雙門雪櫃 第二就是這裡有一個洗耳機 連用品都做在這裡 講完這裡 另外一塊很長的暖板 所以這裡不怕會太冷 這裡除了AEG的爐頭 還有AEG的雙焗爐 上面一個 下面也有一個 除此之外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我曾經只見過一間豪宅有的 就是AEG的Plate Warmer 你可以放一些碟子暖住 冬天很有用 冬天的碟子很容易冷 所以有一個Plate Warmer 是一件好事 這裡還有一排的櫃子 很多地方可以放東西 上面也是櫃子 所以整體來說 這間豪宅很實用 我還沒說完 現在我的電器不止那麼少 下面還有 這裡有個乾衣機 入場 過來還有個洗碗碟機 入場 基本上就送你全屋的電器 你要的洗碗碟機 乾衣機 洗衣機 雙焗爐 Plate Warmer 齊齊齊 Induction hot 叉油煙機 齊齊齊 另外還有一個位置 讓你放一個Double fridge 所以呢 叫做這個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而且也都 弄得挺漂亮的 老實說這個廚房不差 還有一個downlight 在這裡 有六盞的downlight 整間廚房也有一個格調在這裡 另外呢 亦都做了一個conservatory 那conservatory 那門呢 有特色的 那這裡可以開 你可以單隻開 開出去 另外呢 這裡呢 亦都可以扭開它 就將它整個 拉出去 整道門呢 推推推推推 推到那邊 一推到那邊 就不得了了 整個空間這樣就出來了 那上手業主還留下了 我一張吃飯桌 不過這張吃飯桌呢 雖然是全木桌 真木桌 但是呢 它稍為高一點 所以你可能要坐高椅 或者你可能要鋸短一點 讓你可以坐到矮椅 那在這裡圍著 旁邊的全部窗台位都可以坐 那我自己也喜歡 可以坐在這裡 看一下書 看一下你小朋友玩 各樣什麼都可以的 那這裡呢 有個廚房非常開洋 那另外呢 這裡呢 但是地毯你可以換的 你可以換成Lamonate Flooring 或者是換成地磚 那這樣都可以的 那這裡 上面就是這個膠 的膠皮頂 但是呢 質素也是OK的 整體來說呢 Conservity呢 那質素也是好的 那當然不是很貴那種 但是呢 是給你一個足夠的空間 還有呢 有塊大的暖板 那你也不需要擔心冬天 會太過凍 OK 那我們再下來呢 看看花園先 一出來這裡呢 就是花園了 那這裡有幾個草水的位置 草那些雨水 你有沒有看到吉塔 在車房那裡下來呢 那再走過來呢 那後面的欄做得不錯的 有一塊草地中間呢 就有個浪三架 那這家人呢 都是比較實用主義型的 那這一塊呢 就 石磚呢 就可以用來做BBQ了 那我懷疑他是不是還 會送上BBQ爐呢 看看是什麼來的先 應該就是 對了 送上BBQ爐來的 那你夏天可以開出來 做BBQ了 他沒有拿走 那這個呢 就是家屋的外觀 後面看下去 那這個屋子要清潔一下 比較髒 那我就跟了業主聊 那幫他安排 清潔一下屋子 那其他地方 那這裡呢 後面呢 是別人的花園 那那邊也是的 那我身後面那邊也是的 那所以其實比較安全 基本上 在外面是無法進來 因為這個位置呢 是一個車房 那其實沒有 直接沒有路可以 在外面進來的後花園 那所以這間 這間屋呢 其實那個位置呢 都是較為安全 好 那再下來呢 看看車房 車房呢 就沒有那麼帥 車房就 裸柄一點 那但是呢 業主呢 有機會呢 就將它重新裝修過 那麼 撕掉了地毯 那些 垃圾不要 丟掉了去啊 那其實這棟牆是 plasterboard來 就是整棟可以拆掉去的 那就有機會可能 重新修好帥 那就當作一個室內空間 那這棟 其實車房很大 這個車房 你拍的SUV 都拍黏模 都很長 就不是普通車房的深度 那所以呢 車房整好呢 是很好用的 尤其是它是 黏住間屋 好 那再下來了 我們就上去呢 看看上面一樓的情況 好了 那麼上來一樓呢 看看上面的環境是如何 那這裏呢 現在鋪了地毯 樓梯位 那麼可以看一看 後面 這一段看下去 其實都幾開陽 陽光都幾充足 我現在沒有開燈的 下午三點幾 那麼 這裡有一隻窗 是有光衝進來的 那個樓梯位 那就不至於會太暗了 那麼 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廁所 那麼我們看最小的房間 那麼這間是個box room 那麼box room 就沒什麼特別的 老實說 樓梯位這裏也斜了 是這個樓梯的那部分來的 所以這部分呢 就有點浪費 但是這裏也是擺一張單人床 它這間房很特色的 就是呢 它所有的窗呢 都是這一種大窗 那麼呢 橫就開一半 這樣開 推上去的話呢 這樣推上去呢 就整隻開 很大隻窗開到出來 那麼夏天就很有用啊 這個設計 因為呢 夏天會很熱的 那些房子 那麼你這樣開呢 就可以很有效地散熱 那麼我自己挺喜歡 因為這些窗其實貴的 有厚的 double casing 那其實不便宜 再過來呢 看看第二間房 那麼這個是第二間房 那麼這間房的地毯 就差一點點 但是都ok的 那麼要換地毯其實不難的 幾百磅啊 已經可以換到一間房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不需要太過緊張的 就算地毯髒 或者舊啊 大不了 找地毯公司來換 那麼它呢 就留了個 幾乎全新的IKEA櫃 那麼你見到呢 裡面有些空間 我家裡也有一個 這些 那麼好用的 擺到很多衣服 那麼還好 不用買 只是這個櫃都八百幾 九十磅 計算裡面的 那這間房子呢 這個窗又是這樣 這間房子也是這樣 這間房子也是這樣 又可以開一半 推上去 整個可以開出來 不過如果有小朋友 就可能要小心點 因為整個可以中到出去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說不怕 跌落街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窗 我是喜歡的 好 那麼看完這間房子 看完第三間房 咦 第三間房 好 那麼它流了半部分地毯 這間房子 不關事 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 反而很新的 差不多全新地毯 那也是啦 有個很大的窗 那這裡就是看出去外面花園 那這邊就比較深礦神儀 那這邊就比較深礦神儀 這兒可以開個窗 給大家看 那我看到整個後面花園的景觀 今天天氣非常好,萬里無雲 這間房間可以放在雙人床上 你可以留意很貼心 插鬚全部換成chrome plate 另外這間房間 我帶給你看看 另外這間主人房的chrome plate 是有USB port的 那個也是,然後小房也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間房沒有,但也是chrome plate 我們看看最後這個廁所 廁所是地下一棵全木地板 有一個比較有格調的radiator 洗手盆和座廁都是新的 然後這裏就有一個花灑浴缸,專門鋪到上頂 它用了一些蓮蓬頭的花灑 也有下光,比較格調的這個廁所 廁所真的是很大的窗,看到嗎? 你夏天洗澡 你絕對可以整隻窗開大它 那就可以整隻窗開大它,開著洗澡 很光猛,也很通風 不怕有水氣 你怕水氣就開上半段 你只開上半段的話,水氣也會走到 另外它這個廁所鏡有特色的 旁邊有一條繩 一按,有燈亮 另外還有一個小乾坤的,打開它裡面 這裡有電線 我剛才在想,這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一條電線在這裡? 原來是一個Defogger 那就是說,如果你的廁所有很多霧水的話 這個燈亮之後,這裡就不會起霧水了 這塊鏡子,是不是很聰明呢?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這件東西,很幼稚 這間屋,小小的一間屋 又不算是特別大 普通Semi Detached 但是竟然有很多很幼稚的Gadget在裡面 這間屋是三房Semi 但是它有很多一些比較貴的房子 才會有的功能 例如後面這個Kitchen Island 漂亮的這些爐頭 有很多汽油煙機 一些建築的焗爐、洗衣機 有一個位置給你放Double Door Fridge 另外也有一個在同屋的Garage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可以給你吃飯 這裡,另外還有一個客廳 所以你懷疑可以不在客廳 去和書房做都可以 它的窗也比較高質 很大隻,可以很大地開 這些是比較少在Semi Detached屋裡 會看到的東西 另外它的鏡子 有些Gadget 也挺有趣的 有一個Plate Warmer 這些就很少在一些Semi Detached屋裡看到 而且這間屋是位於Nottingham 一個非常好的區 West Richard那邊 這個區也是那些樓是搶得很厲害的 所以當時我們也是用了很多功夫 才搶到這層樓回來 這層樓就不算很貴的 不過400 305至400 中間這些價位 但是我不可以用很便宜來形容 始終區份非常之好 還有走出去很方便 很快有東西買 乘巴士 你不需要一定會開車才能出街 而且也有些學校在附近 所以整體上加上地位 房子的質素 各樣加起來 導致它比較多人搶 而且這間屋裡要裝修的部分 其實不多 老實說 很多都是一些touch up 游一下油 或者可能地毯會換它 主要都是一個garage 可能需要收一收七 其餘的東西都沒有什麼要搞 剛才我都跟鄰居打招呼 鄰居都是白人 很nice 主動跟我打招呼 所以應該業主來到 都會煮得頗舒服的 好那我今天在這裡的介紹 又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今天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